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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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行 谢谢啊 春日 我一瞅你 我就想你亲戚年轻那会儿 大家经受 走道搜搜的 家里最有活 一时都嫌不住 那张总我是做错什么了吗 没有 特别好 我跟你说 你是咱们家这些女员工里面表现最好的 我们家还有别的女员工吗 张总今天是不是喝多了 肯定喝大了 走道只发飘了 这个 大伙都那么努力干活 我能出去喝酒去吗 啥想的 不是你那种思想很危险的大林 我 张总 这个大林不是那样的 他是开玩笑的 哈哈哈哈 我也开玩笑的 你说你这 这吓着人 你干啥这么乐意你 张总 你有什么高兴事跟我们说说 我们都想听听 嘿 别说 还真有 我跟你说啊 天大的喜事 跟咱们每个人 都有关系 想听吗 想 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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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时以后 来我办公室开会 啊 哈哈 我们一直都想开会呢 对 对 对 罪欠 可大伙说一下啊 我呢 有个好朋友 最近呢 正帮我 帮这个咖啡馆 拉投资呢 好好好 好好好 投资好 这钱啊 这就是张总对咱们的恩典呀 这钱呢 基本上就是手拿把钱 哎 但是 有一点 人家 觉得咱们这个店啊 有一点问题 确实有问题 存在什么问题呢 大连 你说说 啥问题 那个 江总 替着我 是吧 咱们 就是 没 没有问题 还没问题 哎 问题大了 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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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投资方啊 觉得咱们这个块 人太少了 就满打满算吧 凑两桌都递入 连个凑绝的都没用 就这个员工少的问题 大伙呢 要做好 系列准备 咱们要招人 对 招人 我这也做么一天 我一心思 咱们这也不缺老板 对吧 也不缺后勤 就缺服务员跟咖啡师 啊 哎 咖啡师 我这 你 你们先别啊 是什么 要扩大再生产 必须多招劳动力 大伙 行不行啊 行啊 都行 这默认了 行 大伙既然都同意你啊 那这个 就这么定了 对 大伙既然 这个 你去写一个那个招逼你知是啥的 嗯 汇州到这儿啊 来 散会 去去都出去 散会了 就应该让他们都出去 你也出去 去 去 阿姨 翔子 你什么时候下班啊 我这快了 快弄完了 哎 对 你那招聘请示弄了吗 天了 贴完了 现在不也没人来吗 哎呦 不是你说这老张 你招聘什么不行啊 他招聘咖啡师 嗯 弄得跟我这手艺不行似的 你说咱们店 什么咖啡最畅销啊 雷蒙德啊 嗯 雷蒙德谁的手艺啊 祥师傅的啊 太对了 哎 祥师傅的雷蒙德 林师傅的美式 嗯 这是咱们店的两大镇店之宝啊 你说 这二号咖啡师我当 那还是绰绰有余的吧 不是您啊 您差远了 知道吗 啊 不是 你看你这 我美式做这么些日子 不是也没出过什么纰漏吧 就您那美式 您还好意思提呢 不是我做 再不计我当这咖啡师 对你有什么坏处啊 是不是 你怎么肥水还流外人田呀 你怎么 我 哎呦 哪个孙子这会打电话 哎 爸 那个 我在加班呢 在单位呢啊 最近有一个大案子 啊 大伙都在人特多 可乱了 不信您听 哎呀我事儿 那个郭 郭 郭律师啊 这事儿你一定给我沸沸心 一定让我打赢这场关子 好吗 那时候咱们报仇了咱好好说 你放心 你放心 谢谢谢谢 你们家九十六口死于非命 这事儿就包我身上了啊 好嘞好嘞得嘞 爸您听是不是 可乱了啊 哎您甭等我回家了 我 我不吃夜宵了啊 早睡吧早睡吧 哎哎 好嘞好嘞好嘞 哎 回家 哎 你们家才九十六口死于非命呢 你这不是帮个忙吗 你说 哎 这大半夜的还查上岗了 小林 要我说呀 你跟你爸挑明了算了 老头我看也挺同情大理的 我他同情大理 我怎么挑明了呀 我告诉他之前当律师都是假的 其实我当一服务员 他能高兴吗 再怎么着我也得告诉他 我当一咖啡师啊 这听着还像个处级干部 不是 哎 你就这么垂涎我这革命梗呗 哎 不是那意思 咱这父母老家的 听咖啡师这名 但是不觉得高端大气上档次特别有洋气吗 对不对 你说 我也没多大的野心 我就给你打打下手 帮个小忙 当个二号咖啡师 你是正经的咖啡师长 我是咖啡副师长 我就心满意足了 哎呀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明天 我跟老张把这事说说 我删刃风 点点火 争取咱把这重要岗位在内部消化了 我跟你说啊 真找一外人我也不放心 真的 可不真的吗 湘师傅 你对我是恩同在道 请受在下 行行行 谢谢你 哎 行行行行 哎 哎 强子 嗯 你说我当了咖啡师 这服务员 是不是就剩小芝一个人了 他一个人干俩人的活 瘦得了吗 哦对了 还得找一个服务员呢 嗯 哎呦 这怎么办呀 行了 那明天再说吧啊 我先换衣服去了 回家睡觉去了啊 疼吗 哎 你什么时候走啊 我换衣服去了啊 哎 小蕾 哎 小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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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个是嘟嘟 我大学同学的妹妹的大学同学 啊 这是大蕾 这是我们店的实习咖啡师 我徒弟 对对对 姐姐你好 翔的哥哥经常跟我提起你 说你人真的超级nice 以后的日子呢 还麻烦你多多关照 你好 你好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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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他不是神经病 这个 大林 哎 嘟嘟呢 是咱们店新来的服务员 这以后大家都是同事的 这个大林呢 算老员工了 这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呀 你就问你林哥 好不好 好 你林 对了 他说你真姐 你好 这是我大学同学的妹妹 你好 我叫林婉珍 你可以叫我小珍 哇 珍珍姐姐好漂亮啊 是 手也好软啊 嗯 哇 你的发质也好 呵呵 哈哈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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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都督啊 以后就是咱们店的服务员了 好好好 不用复读了 听到了 你们聊着啊 哦哦 我聊看看呗 好 聊 给我讲 给我讲讲 怎么回事 昨儿老张才说招服务员 今儿你就带了一个 这跟亲定的似的吧 我这昨儿晚上跟我一哥们聊天 聊聊聊聊招聘那事 再聊聊聊嘟嘟了 这不今儿让我拐来了吗 还真棒 是吧 老张知道吗 当然知道了 我给他发版照片 当时就决定要了 当时就决定了 毕竟咱都是直男嘛 那还是中年光棍 那倒是 但是 我估计小芝应该不喜欢的 你别给你看这会儿 面喝心不合那样吧 我一眼就瞧出来了 我跟你说呀 这女人都这样 可恶 你看都督 又漂亮又好看 身材也好 生气还这么甜 又踏实跟这儿干活 跟这儿打工 还这么刻苦努力 这谁不喜欢呢 可恶 要不是兔子不吃卧面草啊 我早就卧面给 你们俩哥哥是谁说什么呢 安边 西西梦 那个谁 都督啊 这个健康证啊 和这个健康卡 你赶紧办 因为老张啊 等着你入职呢 啊 得快点办 可是人家 除来都没有自己办过这些吗 翔子哥哥你要帮我吗 那 那 行 那个大连啊 我那个跟 那我去就回啊 我知道你 这小翔子 我那个健康卡 你别送了别送了别送了 拜拜 林林哥哥 拜拜 小金姐姐 赶紧走吧 拜拜 拜拜 哎 你好 您需要点什么 你好啊伙子 我需要一份 在黑夜里 闪闪发光的美菜呀 找工作是吗 Oh my God 不要说得这么直白好不好 请看在上帝的份上 不是 那您到底想干嘛呀 喝咖啡 Oh my God 我没见过世界子 还有比女子 更加要愚蠢的家伙 如果你再这样不好 说话的话 我就狠狠 体理的定 这找人不 找 你也是应聘 不是你应聘 什么工作呀 骂都行啊 最后从阶层做起 我要从这个 抱着学习的态度上 打磨我自己 哦 哎 服个人行吗 哦天哪 听起来是一个 很不错的美菜呀 你是不是精神分裂 你是吧 你上那边去吧 那个老板姓张 好 谢谢你 年轻人 愿主保佑你 干呀 这是要着工啊 这真要给咱俩轰出去 咱俩不得喝西北风去 对呀 可 喂 喂 还给挂了 真喝西北风去呀 哎 这姐夫 刚才查话费了 嗨 哥哥甭解释 兄弟现在都明白 谁还没有点小秘密不是 是 是 这事咱们别不要再说啊 哥你这话可就不对了 兄弟像是那样的人吗 对对 咱这就是一小咖啡馆 对 又不是什么后宫争斗 是 你放心 我今儿听这话兄弟 今天就烂在肚子里 今生做兄弟 来世再相聚 哎 兄弟以后有什么事 朝哥哥说 得嘞 哥哥啊 把心踏实是吧 好嘞好嘞 哎 幸亏是他 哥 那个 我最近听说一事啊 什么事 老张说要新招一名咖啡师 你说谁合适 你呀 我不行吧 没问题呀 你没来咖啡馆 我就看出你是咖啡师了 是这材料 哥算股东之一啊 有关键的一票 我挺你呀 得嘞 哥 那我放心了 好嘞 好 那兄弟先走了 哥你带着啊 我带着 我妈这儿带着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是是是你这 其实乌拉哇拉 说一大堆吧 说说我有一点懵 对不对 你能不能说这通俗点 哦 欠了张先生 我跟你在这里见面 这都是上帝的安排 有什么比这 更让人兴奋 当我沿着马路边 找到那份招聘 请起事前 我问我自己 你是在找一份工作吗 不 您是为了找一位新员工吗 不 这都是上帝的安排 在这个充满咖啡清香的小屋里相遇 我们是为了一份能够称霸亚洲乃至全世界的事业 你说这吧 还是有点绕 你有啥 你能直说小娘 我入职以后保证 想把咖啡馆的效益搞起来 积累原始资本 找黄金地段 开饭店 拉风口 一家变两家 两家变两百家 届时我们在开曼注册公司 在香港挂牌敲钟 找最红的偶像代言 到海外借壳包装 镀镀金 然后一步到位 登上纳斯达克 最后 我跟你说 我明白了 好好好 大概其我能理解那个意思了 说的就挺好的 也热情洋溢的 说的都挺好 但是我就有个小问题 你说这个案子 他也不招老板 他也不招爹 你刚才说的漫天飞雪 一大堆 乱七八糟 你得来点实质的 你到底有啥技能啊 能跟我们这职业挂钩 我跟你这么说 我将近有十年 在五星级酒店 咖啡厅调制咖啡的工作经验 工作以来 零投诉 是是是 这很了不起这个 没办法 臭女作 当时经理对我很器重啊 当时知道我要辞职 他很伤心呢 当时把我的薪水上调百分之五十 但是我已然决然 我要离开这个公司 顶着众人不解的目光 我已然决然来到你这里 这是什么 这是上帝的安排 好好好 对对对 行 要了 要了 我感谢上帝 你当咖啡师的事 跟老张提了吗 还没来得及呢 就你刚走那会儿 来了一个什么应聘服务员了 这会儿估计正在老张那屋正面着呢 不是怎么又来一个呀 要那么多服务员干什么呀 还不是你挑头 不是那甭管了甭管了 一会儿我给你去啊 得嘞 这回 鸾哥也向着我 你他怎么知道的啊 他怎么知道 来来 那个先都别忙活了啊 给大伙那个介绍介绍 这个 在吧台里边这个高个子 这是我们咖啡师翔子 翔子来好 这个个矮一点的 这个是我们服务员大林 大林来好 那边那个点单那个 服务员叫真 叫真来好 拖地这个 是咱们那个 保洁的 培哥 你叫培哥就行 鸾叔培 培哥 没好问 介绍介绍啊 这个是咱们新来的成员 叫托尼 就是不是托尼带水那个啊 是那个洗剪吹那托尼 大伙欢迎欢迎 王哥 你都欢迎欢迎你干啥呢 我叫鸾叔培 这是房东是我姐夫 我是他小舅子 哦 培哥 你输了 他有没完 又我一没完 张总 现在大林做的咖啡品 我那个 我先介绍一下 那个托尼呢 来到这啊 是负责咖啡师这一块 以后呢 跟喀啡师这一块 就奖子跟托尼 你们俩一块负责 认识相吗 是那个 欢迎您啊 那个我叫翔子 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呀 直接问我就可以啊 咱们互相进步啊 行 行 行 哎 哎 大林 没睡好啊 两杯冰没事 怎么了你 心情不好啊 我跟你说啊 不要把生活当中的感情 带到工作当中来 马云呢曾经说过 行了 一个云 他哥 马云说过 当别人抢你饭碗的时候 该怎么做吗 是 马云是没说过这个 但是啊 任何事我认为 他有两面相 不以物喜 不以己威 乔普斯那句话 乔普斯那句话 也没告诉你 当你梦寐以求的工作 被别人抢走 应该怎么面对吧 怎么回事 啊 啊 啊 有这种事 哎 这 汤哥 汤哥 不是 汤都凉了 都凉了 不是 你这怎么不跟我说呀 这你说有什么用啊 我啊 宋保罗 文能胡揍宣传词 武能重刷卫生间 抬腿我就送外卖 胸怀涛略能上天 学这么多年成功学 我白学的 上天吧 很少三高 我白学都是 这真是 不认识的 我毕童的 常常是 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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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欠 从来 那你这么说聊我 咱们店叫招人 招人 别跟我划过去 这句是该他说 就是他没给我连口都没有 他直接上划过去 所以咱们这个店要 我给你留口 我给你留口 我给你留口了 好好造化了 你慢慢体会 不是 哎 你是个异想症的谁叫你了 你有病 要你不保佑你 你们那个地方耶姓朱 然后 然后 这个 八台里边这个是这的咖啡师 箱子 箱子 个人对他已经高了 八字出错 出来了 哈哈 没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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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